看一下今天的MC话题报 又搬出来了我们这个PPT 亲爱的你 为什么 你们上海的话 而且 这个人的ID不对头啊 什么东西啊 那我们就这样吧 我知道 这个叫赵岳老婆的人不对位啊 好了那我们从这个 杨宇欣先开始吧 说一下你最想和谁组 CUP CUP 蛮扬刺 感觉是个蛮危险的话题 我CUP的话我想想看 就是怎么说呢 搭档吗 对 搭档 我感觉如果是我想找一个CUP的话 可能会找一个 要不然找一个姐姐型的 要不然就是找一个就是跟我比较相似类型 可以一起玩比较开心的那一种 你这种还真的非常 我这种的对吧 啊 有点树心别 哪里叫 雨昕啊 雨昕 雨昕 你们俩这个两个雨昕 你们俩是叫 双星 双星组合 双星组合 心心相应 然后就是如果让我说一个最想组CUP的成员的话 嗯 没说成员都可以 哦 不说成员 也不一定是成员 那我可多了句 对 如果是成员的话就可以 我大方便跟范冰冰成为CUP 哈哈哈 就可以尽情的 就比如说自己喜欢的前辈嘛 然后平时比较怂 不敢去接近 你喜欢哪个前辈啊 喜欢的有点多 最喜欢的呢 最喜欢的前辈 后辈不行吗 就是有喜欢的人 但是适合跟你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这个CUP只是室友的意思好吧 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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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优优狐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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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随便的女子 随随便便 如果说飞翔如果有一个醉醉醉的话 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不要组CAP了 因为我害怕会避疫 干嘛 我们这边传过来笑一点时间了 你又是想起什么了你在笑 过了三秒钟你哈哈哈哈 我跟白天女对视了一下 就是室友嘛分开很正常的 人总是要自己独立生活的嘛 对 来到我来 我觉得首先呢 首先肯定要这两个人性格很合得来 其次呢就是我发现啊 大家现在都很喜欢给两个人起 就是一个喜闻乐见的这个词语 不对就是那个很常见的词语 对比如说你看啊如果我和叉叉 或者是和杨雨昕 然后我叫蕊 她叫欣 你这个太没有文化了 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叫瑞欣咖啡 哎哟 瑞欣 这打广告了 没有啊你们不懂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 日常生活中总是会见到的词 然后呢你就哎悄悄的碰它一下 倒是你懂吧 然后如果说可能我和啊 我和百心语就可以叫 百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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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以真的可以 是吧是吧是吧 就是大家一下哎 不错啊这个这个名字就很朗朗上口 然后你看比如说刘杰 这种很朗朗的名字 就是这个名字 可以叫汤姆 and Jerry 是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因为他是杰嘛 我是瑞啊 就是啊 汤姆 and Jerry 会怎么样呢 那我就不知道汤姆是谁了 然后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感觉就是蛮有意思的啊 就是你看其实这个东西名字很重要的 如果你起了一个很奥苦的名字 就很难什么 然后比如说如果你起了一个就是那种 很难很难就是因为你的名字是个其中词也很难搞 嗯 对 你看 你看 弟子 弟子可以就是 如果说你用你这个下面这个词的话 就一下每个人的辈分都提上来了 为啥 沁姨 姨 赵姨 哈哈 听起来蛮贵的 百蕊 听起来很贵 我给你们取一个 我感觉像八十年代的舞蹈团 赵佳蕊跟张姨 一家人 不错吧 哪里有 哈哈 一家人 赵佳蕊的家 赵佳蕊的家 人是 人是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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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没有话都听了 哇好有文化呀 好有文化好有文化 好有文化好有文化 你呢栗子 我 我觉得吧 这个 Couple也可以是一个庞大的组织 就是我们六张 我不想搞Couple 我想搞那个 小团体 小团体 搞一个 在N队很厉害的一个团伙 你们这是搞小团体 对啊 你就不对啊 那我们是一个姓啊 对吧 但你也在这个团体里面 我退出 我不搞小团体 我知道Couple 不觉得很好吗 就 里面 就我们六个人里面 谁受欺负了 啊谁谁欺负我们张佳仁 这种的感觉 张佳仁欺负的张佳仁 那那后就 那没办法了 那后就没办法了 我刚才跟张佳仁说 你以后谁欺负你 告诉我 我就只能谢谢他了 没了 就 那我的话 我想跟一个 就是那种 比较喜欢点外卖的人 哦 我老喜欢点外卖了 我每天都吃外卖 每顿都是外卖 怎么现场配对呢 怎么会是啊 那你会给你的室友吃吗 会啊 他要想一下 你看 拜拜 会会会 等一下 你是不是在之前说要减肥 要穿不下公演了 结果你现在还在找一个 外卖的小子来给你当 外卖小子 外卖女孩来给你组couple的话 你永远减不了这肥了 吃外卖是吃外卖 减肥是减肥可以两者 吃完外卖才有精力减肥嘛 你饿的时候减不动的 然后就感觉就对 我就想和一个 就是每天都会点外卖的人 你这很像在那种商业大会的择我标准 我想要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 有没有人认聘啊 这个外卖小子已经有人认聘了 我知道了 别人去相亲 我要知道对方有两套房两套车 百姓女说 我要对方有饿了吗年卡 不是 不是 是黑卡 好 你呢 我最想和谁组cp这个东西吧 我觉得 我 就是延青这种类型的 因为我看到她看到我 就是我很喜欢那种 也想要出外来 对 就是那种 其实我这个人很奇怪 就是我这段时间喜欢那种 长得很可爱的女生 过段时间又喜欢长得很帅的那种 就是渣男吧 不是 就是 就是多情 你知道吧 真的就是 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她了 只是我把对她的喜欢 对 封了一点 我知道了 你就肯定是那句什么 我不是花心 只是心碎成了很多片 是吧 差不多 就你一片我一片 金月那个dance我想好 什么 我不是花心 我只想给每一个女孩一个家 哈哈 对啊 就是这种 所以说组cp 我觉得看情况吧 就看金月了 对 看我这段时间喜欢谁 对 太渣男 然后我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是想要和一个 胆子比较大的人吧 就是因为胆子比较大 然后玩游戏玩得好 因为你玩游戏菜是吗 不是 太差了 还好意思说这个 这个都是 张雨昕她每次缺人了啊 游戏 然后说哎 来吧来吧 因为缺就缺那一个人 而且这辈子我只跟她打过两盘游戏 我也是打过这盘 她一盘王昭君 一盘鲁班 王昭君的数 7.1 7.1 7.1 鲁班 5% 是鲁班哦 挺不错的 这不是鲁班 你看 就只是一个鲁蛋罢了 我的专注力都放在这个 吼叫 刷个快 嘴嗓 变成这样 我的专注力都在叫大家集合 你知道吧 而且我每次其实都不愿意跟大家打游戏 就是怕拖大家后腿 但他们非得让我上 没有啊 我们就客气一下 因为我们在磨练自己 而且之前跟大哥打游戏也是这样子 我说大哥每次来往准吗 我说不了不了 我一定我想隐藏一下自己 我知道自己菜 然后我就不出去丢人线了 然后大哥说来吧 没事了 我们不打那个叫什么 排位 对然后来个水 你连排位都不知道啊 我知道我以前还是玩过的 然后呢我就说好吧来 来一局大哥见识到我的厉害 不来了 哈哈哈 然后我就想 就是想跟那种 就是打游戏打比较厉害 能带到我的啊 那你这个要求很低 所有人都比你好 不会的 但是想要带他的人没有 电竞选手 有啊 我们从专业电竞选手中找一找了吧 那不是啊 我就想你带到我就可以了啊 这也太难了 吕欣张你呢 我啊 因为刚才那个赵家蕊不是说 跟我是瑞欣咖啡吗 我刚发现我跟百姓宇是 星百克 星百克是什么 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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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挺好的对 然后说到跟谁组CP 我觉得CP不是大家可能 现在大家以为大家想听到的那个意思 很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我们说这个CP 也不知道谁选的题目 就我觉得这个CP是一个 陪伴的朋友吧 就是一个最佳拍档的意思 就是一个 一直在自己身边可以给予很多安慰啊 鼓励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然后呢我就欢迎所有人成为我的这样的好朋友 我也愿意成为所有人这样的朋友 所以我就是 所以我就是 只是把花心跟渣呢 换了一种更文艺的方式啦 静渣我的好文艺 名不虚出来了没有文化 他这是文艺渣 文艺渣男 对然后就希望我可以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快乐吧 那也刚刚就听到诸位的择偶标准啊 大家心里都有数了 然后呢现在请听一下下一组小朋友们的MC吧 耶 耶 诸位的 诸位的 你也是小朋友 超纹 通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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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